好,那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台直升機喔 而且用驅動這個東西來控制翅膀 所以首先呢,我先把這個刪掉 然後呢,我把它轉到測試角 然後呢,我稍微 切一下 切到perspective 那接下來呢,我新增一個球 新增一個球 用Ubispeed 接下來我再新增 一個螺旋槳 這個螺旋槳呢,要旋轉90度 好,接下來呢,我必須要在Z軸上面 把它壓扁 先縮小一下 在Y軸上面 用SY 把它伸長 好,然後再伸長一點 好,在Z軸上面用SZ 把它壓扁 壓扁一點 好,接下來我就放在這裡 好,那這兩個東西做好了 我就可以來做驅動 那,我做驅動 背驅動物是這個 所以把它拉出來 好,背驅動物在這裡 好,背驅動物在這裡 那我希望說 當我控制物走的時候 它這個背驅動物會轉 所以是照著Z軸 旋轉 所以是Add Add Single Driver 好,接下來呢 我們把GRAVE Edit 叫出來 因為Driver的控制 方法是在GRAVE Edit裡面 好,我們選Driver 選這一個 然後把這個 屬性式傳達出來 那你會看到 背控制物和控制物 那背控制物這個呢 我們叫Win 好,那 控制物呢 我們叫Body 是直升機的身體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應該要用 Body 來控制Win 而且我們希望用Y Location 來控制它 好,那這個Expression呢 我們一開始就 設跟它的 變數一致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稍微移動一下 好,你會發現 我球動了 但是呢 這個螺旋槳 卻沒跟著動 是因為沒設負子關係 所以呢,我在這邊 我選一下 兩個選起來 按Ctrl P 這樣子呢 我球動 它上面的螺旋槳 就會跟著動 好 那這樣子 OK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 加一個連結的部分 因為沒有連結的 好像 它是平空移動 所以呢 我在這邊 我再按Shift A 然後再新增一個 Cylinder 把它縮小一點 好 好 那 這個Cylinder 再縮小一點 好 Sz 好 讓它長一點點 好 疊起來 Sz 長一點點 好,OK了 好 這樣子呢 我也要把這個 跟它設負子關係 這樣我動的時候 全部才會一起跟著動 好,這樣看起來 OK 好 OK 那這樣子就可以來設個顏色 好 我們接下來呢 就 把這個 翅膀 射新的材質 翅膀呢 就 這種顏色 然後呢 這個 連接的部分就綠色 綠色 綠色 不要太亮 好 OK 那這個呢 就 藍色 好了 OK 那為了 讓它呢 好看一點 就把冰花都設起來 好,冰花 OK 那 接下來呢 OK 這邊都好了 這一個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動畫 那我把它切到相機視角 好 那這一個 這個 球 如果移動的話 你會看到OK 它會動 但是我們的球有點大 所以呢 我 我們 把相機拉遠一點 讓它可以照到 全部的範圍 所以我選擇 頂視角 然後呢 我把相機拉遠一點 好 按F12 好 這時候呢 它有點跑到外面去了 所以我把這個 相機先拉進來 好,在這裡 好 這樣我們就開始做動畫了 那我做動畫 我們 我們一開始就在這裡 好 那我做60個好了 好 那 一開始在這裡我按I 在這裡面 按I I Insert的是Location 就是我現在選的是 它的身體 那 我接下來到20的地方 然後我讓它飛過來 好 注意它會轉 對不對 可是這個 螺旋槳好像轉得不夠快 這樣看起來好像飛不起來 所以呢 我們回到這裡 這個運算是上面的expression 我覺得 用 用1太小了 我們用 30乘以 好 這樣它轉很快 好 那接下來我在這邊 喔 轉很快了 對不對 轉很快 好 那我到這裡 按I Location 好 那再到40的地方 好 它拉下來 好 按I Location 好 這樣子我們就做完了 那我們就讓它去跑動畫 OK 那跑動畫的時候呢 就要用這邊 按Animation 按Animation 但是我們可以先Play一下好了 OK 喔 這個是之前的 我們來 來 來 OK 讓它在這裡 跑一下 好 然後我按這個 按這個 Play OK 你可以看到 它跑得還不錯 那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看到OK 它跑得還不錯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動畫 那當然你可以 覺得不錯之後呢 你可以 讓它 輸出 而且 輸出的部分 用AVI 好 AVI 然後呢 這邊就可以開始 跑Animation 那解析度呢 可以不用太大 不用大50 小一點 30 就好 好 那就是說 大概是 600層 多少 按Animation 你可以看到 它在跑 那 這裡 燈光好像不太好 所以 我們按離開 我們先設一下 環境的燈光 環境燈 這0.3 好 那這個 光比較OK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讓它跑了 60個之後 我們的影片 就會出現在 TMP資料夾裡面 那我們去檢查一下 TMP資料夾 有沒有東西 現在C槽的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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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這個 60個的 所以應該是這個 那其他的部分 我先把它刪掉 才不會干擾 好 好 那這個是我們 做出來的 東西 應該會放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 待會 等它做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影片 這樣已經 59 60 60就好了 來看一下它的影片 好 OK 這是我們做出來的 成品 就是 一個 有點像 煮蜻蜓的直升機 一直跑來跑去 好 那 這個是 驅動 在這邊 這種 控制翅膀 控制輪子的部分 會很好用